台股就在刚刚进广告的时间 又再度写下历史的新高记录了 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的历史新高价位 就在12点31分 占上了14365 靠的是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的历史新高价 叫做525块钱 好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为您整理一下 12点钟之后台股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指数再度以14365创下新高 台积电占上了525块钱历史的新高价 今天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其实大概七成左右 这意味着今天整个大盘的结构 好像不仅仅只在涨 昨天的面板跟半导体 今天还有其他的族群 涨势也开始上来了 最明显在于货柜航运族群 今天运输类股相对的强势 被动元件也上来了 运输股目前涨停的包括了中航 新兴 常罗海域今天涨停有一些开开关关 充满有没有松动的疑虑 等一下请教专家 好 除了在今天 电子的成交比重大概仅占七成 代表有其他族群表现也不错之外 目前为止大盘的上涨加速835加 下跌836加意味着追价的 跟今天高档调节的势均力敌 有没有这么一点点就算创高 市场还是习售的感觉呢 所以目前为止指数虽然12点31分创高 现在有一些降温 重点是还没有上车的一些 个股跟投资朋友 哪一些还有续航的机会 怎么样掌握卡位的节奏 请教分析师黄金照 部总 武安 好 做话节约投资朋友大家好 部总 今天请您解读一个现象 就是大盘的创高 当然本来担心会不会只涨了台积电 台积电上涨10块钱 占大盘就100点了 扣掉台积电的涨点 大盘现在好像还好 但是如果看成交比重 其实今天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不过就7成左右 所以证明有涨到其他的族群 老师哪一些今天 还在持续上演补涨的行情呢 各位投资人注意 今天台积电 昨天跟今天的上涨 都是台积电贡献 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这个拉台上来 它已经怎么样 拉不带动先前出大量的股票 拉这个连电 然后这个旺宏跟蓝亚科 那华这个彩晶 华邦店有达勤创 那我们认为这些股票 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但是你不用怕 新的股票开始扩散出来 比如说今天你看一下 扩散这个货柜 长龙 阳明海英 华航 这些都上涨 那你再看一下 今天扩散到怎么样 被动元件 等一下你注意 被动元件我认为 有两档股票 可能会先拉涨停办 一个什么样 我跟你讲 利隆跟利敦 我跟你讲分析一下 等一下我会跟你分析 我想不到利隆业绩那么好 那这个华兴哥 国际啦 齐立新也往上 那你再看一下 矽晶炎的往上走告 中美金昨天我跟你讲说 整理一天 哇今天就起来了 那IC设计股 你看一下 那各位的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矽晶炎大家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晶炎代工 是不是大家都怎么样 产能满载 那为什么产能满载 就是IC设计非常好 那IC设计股的本利比比较高 但是今天有没有 轮到本利比比较低的股票 你看一下 联永 联永上来的 那这一个一个怎么样 瑞翼 那勤联 你要注意哦 那益龙店连两 这些都是低本利比股票 那IC设计股 看好就是代表什么 晶炎代工会看好 那晶炎代工看好 就代表怎么样 细晶炎嘛 大家知道晶炎代工 一定是用它的原料是细节 那你看一下 台积电本利比 已经今天拉高到多少 26倍 好 那你看一下 中美金的本利比只有15倍 所以你认为 中美金还有没有空间 我认为它空间很大 所以中美金 昨天一天整理好 那你看一下 那晶炎代工看好 我跟你讲说 注意哦 明天会长怎么样 你注意会涨风测 因为风测股 目前公告出来 业绩最好 你看新钱 10月营收创新高 细格 10月营收 几乎凭历史 的新高 那这些股票都怎么样 都低本 低本利比 但是它怎么样 它只是因为怎么样 你看一下 像这个新钱 因为它怎么样 它都没有回档 都没有回档 所以怎么样 这个要做一个回档 那细格新钱 你要注意哦 好 我给你解读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今天利隆跟利敦 可能会拉长停板 你注意看一下 利隆 昨天公布一个营收 媒体都不报道 最好的营收 是在利隆跟利敦 利隆跟 媒体都不报道 但是它报道 华新国际业绩很好 利隆的一个营收 昨天公告出来怎么样 7.38 几乎到达 接近那个历史新高 那利敦 也怎么样 高达3.12 好 我跟你分析一下 利隆 这一波一定有大行情 利隆 今天有人看到一档股票 你注意一下 前薪 25 这一档EPS 今年只有2.8 那2.8的股价 你看一下 撑在105.5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都敢 有人把它撑在那个地方 那你看一下 利隆 我给你分析 它前三季EPS 4.2 那这样推出来 今年EPS 5.6 那5.6 有什么代表意义呢 各位 麻烦导播把夜线图调出来 夜线图 那它在民国107年 最高涨到88.7 那一年的业绩就是这样 就表现得非常好 4.43 结果今年的业绩 你比107年的业绩还高出很多 所以我跟你讲 利隆跟利敦 各位投资人注意 你把它爆了 这一波利隆利敦 这个就是被负累的股票 你看一下利敦接近涨停吧 利隆也应该涨停吧 那我跟你讲 心情也一样 那这个华兴科 国际 和声堂 齐立新都一样 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被动元件的 各位投资人 真的你不要卖 你千万不要卖 行情啊 好 再来 记车领主件 你看一下 今天 你注意一下 为什么英利上来的 好 导播 我跟你讲说 你看一下 英利的夜线图 夜线图 下面放一个成交量 你看一下 从高档跌到低档 低档出天量 我跟你讲说 有没有 为什么 同次会大涨 同次就是低档出 从高档595块 跌到24.7 低档出大量 有没有 同次大涨 好 那现在怎么样 各位注意哦 我认为 某茂林跟广华黄田 都要涨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英利 你看一下 为什么他今天上涨呢 导播放一个 日线图 然后放一个KD 日KD已经到达低档了 好不好 好 这些业绩都怎么样 都上来的 那你看一下 茂林 同样一个特斯拉的概念股 我跟你解读 各位同志 你解 台达电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但是台达电 因为它股本很大 所以特斯拉概念股 在它的一个身上色彩不明显 好 那今年前三季EPS 6.95 前年的EPS 10.2 那你看一下 茂林的EPS 前三季抓到多少 9.47 前年EPS 14块 那你看一下 台达电 你放一个K线给大家看一下 不得了 涨到这个地方 262.5 所以我认为台达电 涨到这个地方 要整理 整理不是坏事 这是核台机 核台机 整理几天 可能又怎么样 不少像台达电这种线型 就高档拉回 连续两天的黑K 目前五日均线都还没有遇到 像友达 群创 彩晶 还有刚刚 这副总提到的台达电 以及旺宏 都是高档拉回 但是拉回量缩 是不是五日均线 是最好的保护闪 等一下要请教专家 也谢谢副总 不过在目前为止 似乎副总提到 有一些台积电创新高 将引发新的连锁效应 这一波的连锁效应 之前台积电创高 已经带动好多的半导体族群 本益比拉高了 还有哪一些相对的低本益比 今天台积电的创高 带动了台积电相关概念股 3374的精彩 涨停 目前5347的世界先进 刚刚一度的涨停 2338的光照 也是半导体族群 属于IC设计的部分 3527的巨基 4961的天狱 都是在半导体属前端 IC设计族群 下一波台积电将引发 哪些新的连锁效应 休息一下问问专家